在一个美丽的狼桥之乡 有一个小木匠 凭借一把普通的符号 它练就了剥鸡蛋的独门绝火 凭借祖传的木匠手艺 它把一座精美的狼桥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 一个美丽的狼桥梦 这里是浙江南部的泰顺县 四溪镇夏桥村 村里有个小木匠叫曾家快 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远近闻名的木匠师傅 十八岁那年他子称副业 也当起了木匠 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木匠 凭借一把普通的斧头 在央视演播厅里包鸡蛋壳 一举夺得斧头王的称号 也就是这个小木匠 在没有任何人指点的情况下 居然一想天开 要在家乡建狼桥 小木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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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说到小木匠建狼桥 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关键性的人物 泰顺狼桥文化展览馆的创建人周万公 退休之后 本可以清闲在城里安度晚年的他 却固执地跑回这个生他养他的小村庄 建起了这个廊桥文化展览厅 我看看南桥是泰顺县的一个特长 如果不宣传他这个南桥文化 这个人家来这里看一下就没有茉莉 旅游要文化 文化要旅游 所以呢我就下个决心回到老家来 花了半年多的时间 在这里呢 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开了这么一家廊桥文化展览厅 周馆长的展览厅 就建在著名的北剑桥边上 出于对狼桥文化的共同爱好 使他对曾家快要建造狼桥的想法 格外关注 在他的斡旋下 县里有关部门也对曾家快 想造狼桥的念头产生了兴趣 但是人家说 要先造一个小模型 看看曾家快的技术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曾家快一口答应了 可是搭建模型 真的那么简单吗 好像我做狼桥的时候 第一次做模型的时候 差不多一做模型做了一年 做了一年 因为我们都是不是 因为我还是也要养家 那么正情嘛 不可能是每天在做那里 一有空就做 一有空就做 做了一年多 做了一年 做出第一个模型 第一个模型 那你家里是支持你吗 你又做了 做这模型 你就不去挣钱去了 或挣钱去了就少了 那因为我是业余的事情 他家里也没反对 他反对也没用 家里还是我说了算 其实在搭建狼桥模型之前 性格倔强的增加快 一心只想造出一座 一心只想造出一座 秀珍的狼桥篮 从而证明自己 有造桥的能力 却完全没有考虑到 想象与现实之间 毕竟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果然 模型刚刚开始设计 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桥墩力不稳 正像房基 是一座房子的基础一样 狼桥的桥墩 也是狼桥能否顺利 搭建起来的基础 桥墩力不好 就等于说 它没有建狼桥的技术 增加快 不知道究竟问题出在了哪 也更没有想到 恢复古代的工艺 竟是这样困难 但是居住于狼桥技术 传承的增加快 并没有知难而对 他把家乡的每座郎桥 都当成了自己的老师 遇到问题的话 就到别的桥去 对照一下 哪里错了 这样子 改正过来 这样子 薛带桥 就是增加快 寻找解决桥墩问题 这座桥全长51米 宽5.1米 单跨29米 增加快发现 这座桥的桥东拱架的斜跨梁长 看上去很奇特的设计 令它百思不得其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 增加快 增加快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原来设计桥墩时 桥墩上半步不能太高 如果太高的话 桥面就会过于平直 受压力便集中在了桥中间 无法向两边分散 这样的桥 是很容易断裂的 而如果上半步太低的话 桥面又会变抖 过桥的人走着就会费力 同样 桥墩的下半步太低的话 也不能抵御洪水的冲击 薛宅桥的桥墩设计高低相宜 正符合桥的具体要求 桥墩的困难迎刃而解 史增加快明白了 建桥必须要因地制宜 他很庆幸自己渡过了一个难关 建造廊桥的决心也更坚定了 你有没有想法放弃做廊桥 没有 我不管做什么东西 我要是想做它了 我不会放弃 但是最富盛名的还是边木拱两郎脚 桥基结构的基本组合单元是六根干箭 纵向四根 横向两根 平面呈井字形 由于桥是受压的 利用受压产生的摩擦力 构建之间就会越压越紧 狼桥的桥基 就是由许许多多这样的井字单元组合而成 所以它异常脑固 增加快未知着迷的狼桥结构 也给它出了个难题 那就是桥基的横木 为了让桥显得美观 增加快把横木之间的接口都设计成了垂直的 可是它发现这样的设计 大大损害了桥面的稳定性 还可以参加快速根捏 到底在那里还可以参加快更加快 您可以参加快是 功能的 充足 三根 还是 对 结果 感谢观看 一种概念认为这个桥 这个风水是一种财富 不让财富流泄 在这个孤口地上打造一排屏风 挡住风水 保持在村子里面家家都发财 这是叫风水功能 第三个呢 在造了这种桥 上面都安上菩萨 你看这里有观西音菩萨 有土地功 这里还有大地爷 在这里安上 让他老百姓在这里烧香拜佛 来保护一方平安 这就是说是 祭祀上面的功能 感谢观看 是 感谢观看 增加快在西东桥上考察了很久 终于发现西东桥桥基设计的独到之处 西东桥的桥基横幕之间接口斜度适当 在无形中就增大了桥的受力面积 这是桥基的结构具有很好的受压性的重要原因 良好的受压性来自于桥基的接口必须有一定的斜度 如果接口是倾斜的 那么受力的面积就会增大 压力就会向两边分散 如果这个接口是垂直的 那么受力点面积小 压力就会集中在桥中央 这样很容易就会把桥压弯了 增加快终于明白 新师们设计桥基的横幕斜度时 首先考虑的并不是美观 而是实用和耐用 桥基的棘手问题解决了 他感到自己又向成功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接下来就到了搭建廊桥的最后一个关键步骤 拼装狼屋了 桥梁自古有之 可是只有太顺及福建的一些地方 在桥上有狼屋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狼桥的木料在水面里会产生很大的浮力 所以只靠木拱的重量是不够的 为了使桥增加抗风暴和抗洪水的能力 太顺的狼桥都用加盖狼屋这种形式 来增强桥的稳定性 增加快本来以为 拼装狼屋会像拼接玩具那么简单 可是 就是这个小小的狼屋 成了搭建狼桥模型的又一块蓝楼石 增加快虽然心里着急 却无奈 可是他不愿意放弃 只好每天坐在自己从小就玩耍惯了的北剑桥边 大张树下 固执地寻找着那灵机一动的时刻 大张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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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电视频道 大张树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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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快发现狼屋的构建尺寸是经过了前辈工匠精心丈量才得出的 这个想法令他忽然开朗 同时他也发现建造廊桥不仅需要娴熟的木工技巧 而且需要细致入围的测量才能完成 问题的解决加快了搭建廊桥模型的步法 很快 一座一米多长的狼屋 三个月过后 在四溪镇上庄村出现了一座仅能两人同时通过的小狼桥 这座太顺最小的狼桥很快在省内外引起轰动 因为他标志地失传了几十年的狼桥建造技术 也正是增加快此次的大胆尝试 令许多人特别是文保专家欢心鼓舞 他们深情地说 狼桥不在一梦 我就到我们太顺所有的狼桥都去考察过 开始是做了这一座模型 后来电视台出资 就是说他看到我能做 他就是出资叫我去造一座小的狼桥 后来就造了这一座 跨境大概是六米多 整长十一米 这样子 这座狼桥虽小 却令大家眼前一亮 它不仅使增加快成为了传承狼桥建造技术的生理军 也成为了它继续努力的动力源泉 如今这座迷你的小狼桥 正横沃在四溪镇南溪的一片田野里 一年四季相伴的道花 成为了当地一道著名的风景 爱狼桥的人们都说太好了 狼桥建造技术并没有失传 可是也有人说 那么小的东西当然好大了 真见就见个大的出来 这些话传到了增加快的耳朵里 他也希望能尽快造出一座大狼桥 就在2009年 机会和挑战同时来到 增加快接到了一个任务 建造雅阳镇布下村廊桥 建造布下村廊桥有两大挑战 一是跨度大 又二十三米之多 二是不能使用一枚铁钉 选由木损嵌合而成 为了建造这座廊桥 增加快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仅是选取建桥用的木材 就经过了很多次的精挑细选 因为建桥的木材 必须是二十年生长期的柳山 只有这样的木材 才能保证树参圆满通质 材质轻软 不易俏裂 同时可以抗住白蚁的签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钓桶 这是外面飘出来的 那个屋檐飘出去的挡风雨 那个不会雨直接打下来 就这样 就直接这个笋头 直接插在那上面 直接插什么 这不需要钉的固定吗 不用的 因为钉子还不牢 不用钉子比较牢固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钉子钉起来 寿命不是很长 一般的四五十年就烂掉了 好像这个是四五百年还在那里 如此之大的狼桥 光是组装狼屋的部件 就需要上千块 可是增加块却毫不含糊 大到梁子 小到船子 细致入微 丝毫不差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